当地时间的24号 国际奥委会将在瑞士的洛桑举行的全会上 投票选出2026年冬奥会的举办城市 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奥勒 以及意大利的米兰和科尔蒂娜丹佩佐 今年1月正式向国际奥委会 递交了申办2026年冬季奥运会的材料 随后国际奥委会评估委员会 对申办地进行了考察 并于5月24号公布了评估报告 评估委员会主席表示 两个国家的申办地都拥有良好的 冬季运动传统和丰富的办赛经验 包括一流的赛事场馆 热情的观众 以及成熟的志愿者和赛事组织团队 并且都将冬奥遗产和可持续发展 作为申办计划的首要考虑 瑞典首相勒文和意大利总理孔特 都将出席24号召开的国际奥委会全会 为各自国家的城市 申办2026年冬季奥委会助阵 瑞典女王储维多利亚公主 也将随队前往洛桑为申办助攻 有意申办2026年冬季奥会的城市 最开始还包括加拿大的卡尔加里 日本的札幌 瑞士的西勇和土耳其的埃尔祖鲁姆 前三个城市都先后退出了申办 埃尔祖鲁姆则因申办方案 存在较大挑战性 而未能获得候选资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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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准